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读《见贤思奇》一书 广化法诗著的 其中有一节谈到戒律 说啥道妄语 这三条节不开源 但是淫界在某种情况之下 是可以开源的 这个说法有问题 广化法诗我跟他很熟 他确实是研究戒律 但是不可以这样说法 无戒 罢官这戒 通通有开源 无戒里头有啥道淫妄酒 罢官斋戒那就更多了 在大臣教里面 在这个教义上讲 每一条街都有开源 开街吃饭 是通每一条街的 并没有说哪一条街 没有开源的 没有 通通都有 在某种情况之下 这个你要去研究 戒经 研究戒律 你是明白的 佛险 佛陀在世的时候 以及佛在经里面 跟我们讲哪些情况之下的 这个开源 也都说得很清楚 可以多多去看 嗯 嗯 嗯